近日,75岁的张奇在打完莫德纳疫苗4天后开始发烧,手心长出红斑,13日赴荣总急诊后,检查出是过滤性泡疹病毒引起的毛细血管发炎,共住院治疗14天,回想起昏睡在病床上差点连命都丢了,张奇表示, 心有余悸,从80年代开始,华语歌坛逐步走向成熟,涌现出来一大批唱歌拔尖的歌手,其中张奇就是一位台湾早期的红歌星,如今75岁的张奇再度出现在大众视线,一身红色珊瑚外套加上碎花发带,精神状态好到完全不像是一个75岁的老太太,面对镜头更是毫不害羞地咧嘴大笑, 看着十分开心。张奇从2010年开始,就开始投身公益事业,当时他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去网了位于台湾的一个儿童之家,看到那些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受到虐待的儿童及少年,他回想起了自己幼年时的遭遇,主动请应成为儿童之家的终身志愿者和助养发起人。 张奇的幼年其实十分坎坎,张奇的生父是当时盖县的宪兵队军官,张奇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一出生即被当时无子女的养父张文伟收养。 1949年,张家随军抵台在淡水落脚,但不久张文伟被检举有小老婆,因而降调至北投宪兵队任队长,于是张家再搬至北投,之后,二房生下妹妹张爱琴与弟弟张国柱。 然而,张文伟此时染上不良嗜好,原本的小康家庭变得一皮如洗,不识字的张家大房黄旭南开始置工厂工作。 幼年的张奇也帮忙打零工,如卖抽豆腐,挑鸡粪,替圣母院洗僧袍等。 而当二妈生下张琴后,养女张奇开始被夫妻疏远,甚至被欺负到爬至北投镇公所的大榕树上躲。 得由大妈及养母黄旭南保护才赶回家。 在张琦十岁时,黄旭南心疼张琦成天遍体鳞伤,加上对张文伟绝望,打算带着张琦结束生命,但因张琦提及弟弟妹妹使黄旭南打消念头。 张琦一直到十一岁才知道自己是养女的真相。 十七岁在读高一的张琦被养父强迫退学,踏入社会赚钱帮养父还债。 当时她在一家幼稚园担任老师,刚好碰上警察广播电台举办歌唱比赛。 张琦报名参加,一举获得冠军。 考进了警广空中歌厅,而当中的亚军继位张琦日后的歌坛情侣谢雷。 当时张琦与谢雷分别与警广签约,每日虚致警广现场演唱,一直到台视现场直播节目群星会打算引进心血。 警广的节目制作人李鹏远带张琦与谢雷拜访正之后,两人受邀参与群星会,一开始俩人是各自担任在大排艺人演唱后的垫底小角色。 某人因为群星会出现三分钟空档,甚至临时要张琦和谢雷合唱一首歌曲,以免节目开天窗。 于是毫无准备的张琦与谢雷合唱了《月下对口》,却因此大获观众好评而爆红。 1965年,立歌唱片邀请张琦录制唱片专辑《情人桥》,是台湾第一张12寸黑胶唱片,改编自云南民歌的专辑主打歌《情人桥》。 日后成了张琦的招牌歌,1969年张琦当选香港第一届白花油慈善皇后,并开始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做演出。 此时家中经济因而开始改善,张琦也拉拢妹妹张琦一同演唱,如翻唱《谣传曲》等。 1988年4月23日,台势播出周末剧场台湾民间故事的单元《新虎姑婆》,张琦饰演《虎姑婆》。 1980年8月11日,中式推出社交节目《大陆传奇》,张琦主唱主题曲《江山万里心》。 张琦的巅峰机是与谢雷合唱的傻瓜与野丫头,而歌迷也一直认为俩人私下也处于热恋。 然而在此期间,张琦却爆发倒嗓危机,于是张琦减少曝光,1968年更是被媒体臆测与崔小平通匪案有牵连。 张琦倒嗓期间,谢雷曾认真考虑与张琦假戏真作成为夫妻,但张琦拒绝了她,这让很多粉丝十分不解,而这件事还是在多年以后才揭晓了内幕。 据悉,2018年,在本土剧《炮仔声》中饰演阿妈一脚的张琴和姐姐张琦一同上年代经典秀。 姐妹俩不仅秀出年轻时的艳眉照,张琦还松口。 当年和歌谈荧幕情侣谢雷的一段情,她爆料,谢雷的四姐当时曾在自家说媒,连喜饼都说好了,但暗于两人肩上都背着父亲赌债的重担,最后恋情不了了之。 张琦感慨,和谢雷相遇时机不对,但豁达地说年轻快乐过。 张琦还从过世母亲的床底下找出一支铁盒,里面放满她与谢雷的合照。 可见那时母亲一心希望俩人修正正果,但张琦的婚姻经历也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几经周折。 张琦在1969年与幼时北投邻居国小同学的哥哥杨静晨在香港重逢而燃起爱苗并结婚。 杨静晨随同张琦回台湾工作,杨静晨回到台湾时却正逢电影业不景气,曾经整整两年没有电影可拍,家计全靠张琦为止。 两人也因吵架摩擦,健身分歧。 1978年5月,杨静晨与张琦协议离婚,但因共遇有一对儿女,所以不过几个月后又再度结婚,但再婚后不久又因大炒二度离婚,直到1986年,有子女居中牵线,俩人再次同居。 四年后张琦再嫁给杨静晨一年,虽然张琦没能和谢雷在一起,但是俩人还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人无白日红,到了中年,张琦的歌唱事业进入了平静,她依然选择离开了演艺圈,转行投入保险工作,成功创造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现在年迈的张琦更是完全把自己生活的重心投在了公益事业上,经常加入一工活动,被很多人称为慈善皇后。 目前她还准备在10月底重新登上舞台,找老搭档谢雷进行一演,为儿童公益募捐。 谢雷则表示,两人已经40年没合作了,推出新专辑时,也有可能找张琦再度合作。 张琦听到后大方答应,张琦特别邀请郭子干、王彩化及施文斌等亦然好友,希望吸引更多人捐款帮助兰迪儿童之家。 若响应公益,则可获得用雷声喜剧换演唱会门票,两人合作默契好,也常有机会搭档演出。 谢雷还笑说我们一辈子纠缠不清,张琦还说我们两个都超过70了,但为了孩子还是可以唱到唱不动为止。 两人的感情真的是让人羡慕。 2018年时,两人还现身公益活动。 当时张琦透露,因为膝盖半月板磨断,及膝关节皱褶病变,通了一年多后2017年7月决定开刀治疗。 张琦表示,因为半月板磨断不止,难以行走,连晚上睡觉也要动到就会痛醒,但因为需要奔走公益,他决定双脚同时动刀。 他说,医生一开始说一个月就要回诊一次,但因为我到处跑,左边的膝盖恢复得比较慢,直到不久前,还从膝盖里抽出100cc的血水。 对于张琦来说,虽然曾经存在很多遗憾,但是他却很满足,因为从割后到保险专员到终身志愿者,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全力以赴。 他不断地学习,使自己的生命更有重量,更有价值。 努力地把生活的忙碌变成了一种快乐。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张琦在他的人生大戏中的演出,可说是精彩万分。 从童年在贫困环境中成长,青春时期尝尽苦头,一心一意,努力向上成为红透半边天的民歌星。 到了中年,投入人寿保险工作,创造事业第二春,以及终生奉献社会,担任义工。 每一个时期他都全力以赴,演活了每一个角色。 张琦常说,虽然老天给他的戏码和角色并不是很好,可是戏的情节却由他亲自执笔操控。 他坚持扮演一个纯情、活泼、善良、热心、坚韧、乐观的角色。 不论在逆境或在顺境,他都能积极向上,在生命中高潮迭起,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风光。 好了,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